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文老师 教升大学已经30年的时间 仅注意30年 然后你去网络上搜寻看看 我讲解经济学院杂志 就知道我功力如何了 经济学院杂志在台湾全部讲解的 认真讲解的 也许有其他人 但真的不多 而且我是已经长达14年 今年底即将满3000篇就知道了 首先最主要的教学是 国中高中线上一对一专业 为什么专业 这是来上课来看我表现就知道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高一开查的杂志 就是用两种 第一个各位在荧幕上看到了 就是互动美语的 互动英语的live杂志 有的学校说他们一上开学 就发了一本七八月的一个live核定本 有的学校发的是八月份的 那都说开学要考 学生又没有上课 怎么到怎么念 这是我们补习班进场的时候了 另外一本杂志在这里 这是互动美语的for you 高一大概有这两本 我们最棒的时间就利用暑假赶快尽快的充实 这个才是他把握时间最大的重点 因为高中的单子量是国中的五到七倍 熟练不是你说说就能熟练的 来我们来举例来说 for you七到八月的这个第五单元 we love emoji emoji他就必须知道emoji怎么合并体的 好我们先来看讲设计这个字叫design 学生对设计这个字不会陌生啊 但是呢设计不是陌生没错 但是sign才是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符号 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字根啊 在英文上你可以看到 我光填sign就这么多的重点出来了 sign又跟sign更不一样 再来这边有个字叫代表 说到代表同学们也必须知道一个字叫pisnt 因为代表就是这个字前面再加re 你看光这个字我又呈现这么多的重点 当然我不是全部给他这么多的单词 我是适量在给他 什么叫适量 因为这个学生他最后到高三要背全部 我先教他最简单的逻辑 比如说这个字present 大家背过当礼物 可这里是另外一个发音叫represent 所以他就是present 我会跟你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的 同样的道理 就像学生看到keyboard知道是键盘 那我说board什么意思呢 board不是这么单纯 还是有人会讲出国呢 我说哎呀背单子背不清楚 这就会出错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都会针对他的需求 他容易犯了错误 就立刻予以纠正 这不用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不会告诉你容易犯什么错误了 不知道了 他有些事情还是和luconation乱讲的 海外不是什么重点 日历也不难 重点我们看最后一个字叫announce announce这个字叫宣布 各位知道光宣布就很多单词吗 announce这个字有动词跟名词 也就是我们看文章重点的开始 独立宣言的宣布是这个单词 他也有动词跟名词 对不对 这都是宣布的意思 甚至我还有看到呢 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夫妻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我也看到各种的表达方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背单词之后 接下来的讲解清楚之后 就是记忆的问题 记忆的问题在我来说 是这一点都不难 学最难 记忆是最简单的 只要重复就记忆了 重复怎么记忆 欢迎来找我上课 就立刻知道了 而且我的上课方式很酷 一次就是三十分钟 选择还没有要分心的时候 这个课就结束啦 等你找我了 上面有课啊嘛 拜拜 拜拜